雞仔餅 香脆可口 喜歡的可以學起來 準備材料 白芝麻70克 黑芝麻30克 把70克的白芝麻倒入鍋中 加入黑芝麻 用中小火翻炒 炒至變金黃色 像這樣就可以了 蒜米40克 冬瓜糖120克 冬瓜糖減小 植物油100克 蒜米切小後倒入攪拌器 加入120克的冬瓜糖 倒入100克的植物油 加入3款奶乳 6茶匙的奶乳汁 打入1粒蛋 加入1湯匙的麥芽糖 把全部材料攪碎 準備100克白糖 麵粉300克 用筛過濾汁大碗中 加入100克的白糖 加入1湯匙的發粉 半茶匙的鹽 適量的胡椒粉 1茶匙的五香粉 混合攪拌均勻 倒入攪拌好的液體 混合攪拌均勻 用手揉搭拌均勻 倒入已炒好的白芝麻和黑芝麻 再用手撈勻 浸放半小时 半小时後取24克的小麵團 揉搓成小圆球 重复步驟做完為止 把小圆球放在油脂上 蓋上一張塑膠紙袋 用灌蓋來壓扁成圓形 重复步驟就完成 放入預先預熱的烤箱 160度烤20分鐘 新鮮出爐的 雞仔餅 超大片 香脆可口 喜歡的可以學起來